Toby 今天約了我在丁九試駕新車 我特地買了一輛新的Model 3 去匯合一下 這輛5是改過鬼面炸的想贏 算吧 Tesla怎麼鬥呀 Model 3 為何會這樣 來吧 喂 哇 新車聰明了 很聰明 剛才在丁九外面有個亂貼漿 是放個星星 怎麼亂貼漿呢 貼了個M550i 還有Tesla看著很快的 都不夠它鬥 是這個嗎 這個不是 不是 蛤 就是你亂貼漿嗎 唉 你是不是看見這樣就以為亂貼漿 是啊 我以為你在Dudebo 塗些漿回來亂貼 人家的真名叫M550i 也不是550i加過M漿 人家是MPerformance的550i 這個漿真的嗎 當然真的 你看它的貼位 我怎麼可能貼得這麼正宗 還有這個漿呢 是MPerformance的專屬 那這個X-Drive漿也是真的 沒錯 它就是原廠已經有X-Drive 那還有 為了避免你拿Tesla在街上廿文廿武 再次出醜 我教你如何認清MPerformance 好啊 鴨尾翼 等一下 520i Sport 都可以做這個鴨尾翼 鴨尾翼的確是一卷3M雙面膠 就可以安裝到 但是 這個 四出 方形喉嘴 你這樣也認不到 Camping 人 那我真的要認清楚 唉 過來吧 這裡還有 還有啊 還有東西嗎 其實在側面看 是比後面更棘手的 因為側面看 其實它跟普通的5系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這套LINK 雖然是20寸的MPerformance 但是坊間很多 駕駛520i的 都要升級了這個款 所以 你認錯 都無可口非 但是 M Big Lake 你看不見到 是呀 雖然 都是自己的四股鮑魚 不是很大 這個鏡殼你又看不到 這個 它快到一下子 過了我 怎麼看啊 這樣啊 那你應該沒有看過車頭了 打開頭鏡看看 哇 服不服啊 舒服啊 隱藏著一副V8 我真的無話可說 這一副V8 是一副4.4公升的 Twin Turbo V8引擎 最大馬力 你猜是多少 起碼都超過500匹 沒錯 沒錯 是530匹 不過它不可以叫530i 因為530i已經有 所以要叫M550i 風直扭力 750Nm 比你的所謂電車的 instant torque 難怪我輸了 我們不要說這些動力 或者是想給你 受一下震撼式的教育 好啊 但你看一下它的樣子 其實它跟一架 M Sport的5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最主要是鬼面罩 又是瓦式 而且我覺得最能隱藏它的角色 是因為它是Narrow Body 沒錯 它是沒有像M5那樣 其實它跟一架普通的5是房車 那個車身尺寸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個正是你輸的原因 我輸得心服口服 上車吧 最多只給4區均宵冷氣 怎麼 你感覺不到這車有個 很特別的氣場嗎 怎麼加多個48MP Hybrid 系統 你摸一下椅子 材料是不是比520漂亮 你見本它標籤說了什麼 甚麼 M550 聽著 讓你體驗一下 甚麼是 M550 是時候被這些 V8 的引擎掌握貨 Torque 是很大的 那種力是很盲環的 好像無底洞一樣 一直扯著你進去 我想說的是 我試過Facelift 前的 M5 但我坐下來 我覺得這車比我的體感快很多 比起 M5 其實我都有這個同感 因為我駕駛這輛車 我覺得是所向無敵 但其實這體感 我不知道你認不認同 可能是它的避震偏軟 令它有少許噩頭 你重駕駛時它會中前 身體操作比較多 所以你會覺得它的加速力很誇張 無論在它的樣子上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是 基於一輛520 一輛Narrow Body 不是 但加了V8 所以整個感覺很有趣 覺得 嘩 感覺就是520 但你踏下去 它是有500多匹 750Nm的流力 這個錯配 其實某程度上是一個錯配 但對於懂得玩車的人來說 其實這是最正宗的Slipper配方 如果大家不明白 這叫Slipper 其實是一個外國的概念 簡單來說 用中文很老套的車書說法 就是披著羊皮的狼 嘩 老套 那種八、九十年代的味道 飄出來 但我喜歡 但這種味道是很棒的 你以為是一輛假狗的M5 但其實它是貨真價值的M Performance 的出品 其實我自己覺得M Performance 的出品一向都有保證 以前的X3 M40i M340i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作品 但我覺得在這輛M550i 它給了一個我恨了很久的寶馬 其實我自己不太喜歡M5 尤其是今代M5 我覺得它有少許超過設計 以及所有東西很刻意告訴你 我是M5 我是賭神 不斷催眠自己 我覺得這有點違背了M5的原意 現在M5本身 如果你看看E28、E34 其實是很低調的 某程度上 跟這輛M50有點相似 態度上 我覺得M550更忠於始祖的M5 還有香港是沒有Alpina 其實Alpina B5是一個好處的車 因為Alpina又是玩Slipper的味道 又是一個很低調的車 如果你知道它是Alpina 你就知道它是一個很貴很正的車 但香港沒有 我覺得M550i 算是一個compromise 原來你想來大帽山試的彎嗎 當然 其實我很久都沒有上來大帽山 我經常都覺得大帽山是要等到一個值得 上大帽山 我才會上大帽山 因為我覺得上大帽山是很折騰 因為你一有慢車頂而 就覺得很無人 那個鞋的反應是很奇怪的 因為如果這一種軚盤的感覺 放一輛520i 會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這輛車只有184匹 但是當你駕著右腳 隨時釋放530匹出來 我就希望這個軚盤 給我多一點重量和信心 但剛才我就覺得OK的 但它的反應不是告訴你 我OK的 即是很油 我可以說 如果以軚盤來說 這輛車真的不出色 特別在寶馬來說 它的軚盤是絕對稱不上豐富 還有我覺得可能5米的關係 其實它過濾的東西比較多 訊息不多 所以我其實沒有覺得 會不夠距離 我是覺得不夠訊息 我完全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推的 下山我覺得尤其明顯 因為車頭很重 那車頭重 我想問一下 駕駛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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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Highway的道路使用者 特別是它有很多貨在手上的感覺 很滿足 我們試駕M50i的同時 寶馬就說下星期新的M5都會開啟 雖然我們剛才說 M5在香港用不著 我們又一般的去 但其實你看看M5那條試車片 你就會看到我們怎樣亂搬龍門 就說M5很棒 但在這個時刻 我對M50i 我真的很喜歡這輛車 觀眾們不知道你會喜歡這個低調的M550i 還是張牙舞爪的M5呢 你這麼兇? 在留言尋找你